大家好,我是宏德 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与支持 从今天开始准备给大家分享一些与六窑有关的感悟 之所以讲这个东西 我先说一下我讲这个的缘起 就是一方面学这个艺术 它也属于传统文化 通过这个一些时间的学习 也想尽量分享一些这个知识 因为知识分享嘛 其实也是我也可以自己梳理一下 另一方面有通过分享的话 如果有朋友可以交流的话 大家也能共同志同道合的也可以共同交流 或者互相有一个提升吧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就是讲这个东西 其实我的根本目的其实不在于把这个这个倒数 就是太注重倒数这方面 其实我是注重于把生活的一些礼 甚至是人生的一些感悟吧 当然我不能说我是多么多么成功或者厉害 只是个人的一些心得的分享 因为我觉得这个对大家会更有一些实际的意义 而不是说通过这些讲解 让大家都能成为一个算命的人 这个其实不是我的目的 因为我要讲这个东西 以我熟悉的一个东西 或者了解的比较多的一些东西 我作为一个载体 我才能去分享和讲一些东西 因为大家每个人你在自己熟悉的领域和专业上 你其实你是可以类比很处类旁通去分享很多东西 你才有话可说嘛 所以我需要一个载体来弘扬这个传统文化 然后把一些理 就是我自己的一些感悟来进行分享 我的目的呢主要就是三个 第一要破除迷信 这个我一开始就讲 因为现在这个周易这个行业吧 我觉得很多很多地方它氛围不是很好 这是我长期致力于这方面 就能讲一些 把一些基本的常识啊 给大家分享一下 让大家具备这个识别迷信这个能力 至少防止自己或者周围身边的家人朋友被骗吧 第二个的话 我也要能承载我讲的这个东西 因为毕竟还是会涉及到一些这个 倒数方面的东西吧 就是这个预测数 第三个的话 我能就是也做一些分享 刚才讲的 我能把这些做一些分享 希望 希望大家能就是从这些分享里面也有一些启发 当然我不是说做成老实好为人士这种 我只是一些分享 大家选择性的参考 大家可以互动交流 所以我需要这样一个载体 然后对于我讲的内容 其实我 我也做三点说明吧 第一个的话 我的形式是不拘 灵活自由的 这不拘的话 其实对我 其实降低了我的要求了 如果我去背课 刻板的去讲 这些大家在网上也能找到这些视频 我也未必能讲的比别人偷偷使道 能讲的多么的好 所以我自由的时候 我能发挥的 就是把我真实的一些想法 能分享出来 第二个的话 主体内容以感悟分享为主 刚才所说 就是一些理 生活的理 人生的理 宇宙的道理 它在这个六腰上面 它是有一个结合的点 这样的话 就是我讲的 我也好讲 大家听起来 可能也更容易理解一些 第三个 我也会注重于现实 实际结合 尽量分享的时候呢 尽量也增加一些趣味性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我也尽量简化出一些 实际的一些便捷的方法给大家 然后 就是你不需要太多功夫 去钻研 钻研 说能成为多么高 多么厉害的高手 但是你能有一些 简单易用的东西 也能受益 这是我三个 就是内容或者风格 然后每次的话 我计划 五分钟到十分钟吧 太短的话 会说不了什么 太长 大家都累 对吧 你可能听着也累 我讲起来也累 所以的话 按照我之前写的这个基础的纲要吧 就之前也发过 我大概再说一下 就是从细化一下我要讲的内容吧 第一 就是从单纯从六要来说是 因为我说了吗 它是一个载体 我把这个载体大概说一下 就是一个概念和认识 第二个的话是一些基础 其实之前也做过一些分享 包括八卦 六十四卦 当然之前还有这种 太极阴阳 也做过一些讲解了 包括天干地支 天干地支之间的一些关系作用 然后一些基础的起挂 起挂的方法 怎么装出这个挂 这是最基础的了 其实市面上的资料也很多 但是我 经过我自己的一些应用网 我也会把它简化了一些 简化其实 对任何一门学问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一个图 一个路径 你去掌握这个知识 爱因斯坦好像 好像是爱因斯坦说过 如果你不能用特别简单 明白的语言 把一样知识给表述出来 说明你对这个掌握的还是不够 我也是朝着这个目标吧 尽量把它简化 简单的做一些 分享 最后是应用方面 当然我列的这几个 并不一定严格按照这个 只是在平时的话 遇到什么就讲什么吧 比如说测测天气啊 这个是来 这个是从刘伯恩的黄金册里面 得到的感悟 然后一些畜行啊 大家关注的一些感情工作财运 这个的话就是 做一些案例分享吧 分享的目的其实 我最终的目的 一是把我的感悟 第二的话 讲一些理 第三个的话 也希望大家能 也能有一些思考 因为你听了我 或者任何人的东西 你得自己有思考嘛 能知道这个宇宙中 它的基本的道理就是 因果 因为五行的话 之前我也讲了 它是环环深刻 有时候我们是忽略了而已 并不代表它背后的 的逻辑 这个世界的支撑 发展变化的逻辑不存在 这是一方面 就是大概内容 然后我平时的话 想到什么 我也会通过我的这个 Notion笔记 做一个 记录 比如说这个 我就随便写了几个 我写了几个 随缘又随意 一场小修行 就是我不想搞得 我很累 然后大家听着也很累 因为我不太 倡导大家说 学习这个很认真的 买一个笔记本 所以就记录 所以按部就班 我认为这个是 效果不一定好 第一因为你不一定能坚持 第二的话 你反正效果不一定会很好吧 我觉得轻松活泼一点 或者随意一点 反而可能是一个 更好的方法 我写的三个不复造用 文化来供养自己 就是前两天想到的 我把它记录下来 因为我觉得可能 作为这个小话题 每一节的 标题吧 然后你的气质 在你的经历中 把酒畅谈 这是昨天晚上喝酒 有朋友的喝吐了 嗯 这是 就是大概想讲的 由这个喝吐嘛 其实我早上 我起的还比较早 七点多 我 也起了个挂 起了分别起了一个六腰 还有一个奇门 顺便说一下 虽然以六腰为载体 我也会适当的 就是不定期的 随便吧 加一些其他的叔叔 八字啊 六腰啊 甚至梅花一树 或者 或者太乙神术啊 但是现在 现在不一定分享 但是后面有可能会 然后我们这个 我讲的差不多了 第一节 我就来点 觉得大家感兴趣的 因为早上我 我突然想 我说 今天可能要录一个嘛 我就 我就想 这个昨天的喝酒 能不能在这个挂上 能体现出来 所以就起了 一个六腰 一个奇门 我想看一下 首先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六腰里面啊 因为这个基础嘛 大家可能没有 但是 我讲的话 你可能也知道 我在说什么 因为我先不讲太复杂的 六腰它这个 神机照一动啊 就是它有动 动摇嘛 就是它有发生变化 它这个往往信息的话 就是你 你心里想的事情 它就会体现在这个点上 比如说这个 它这个 从下往上数 是第五 五腰发动 是一个汗水 化入 化成这个蓄 蓄土嘛 然后淋着一个白虎 它这个其实就 有一个喝酒的像 因为白虎 它属 属金嘛 金的话 有这种辛辣 亥水 它是一个辣的水 然后变到 这个蓄土里面 蓄土 土为脾胃 淋着一个材料 七材 材的话 有这种财为养民之源 你吃的东西都可以食材 所以它就比较明显 它有相当于一种 辣辣的一种液体 进入到你的胃里面 所以它有喝酒的意思 其实我在这起瓜之处 我心里有一个想法 就是 因为酒 它是水 加上一个油精的油 对吧 就是它 这个六腰 所以我当时想看一下 有没有这个油精出现 喊 碰巧是有了 然后昨天又是 龟友日嘛 龟友日 鬼为水 有的话 正好也有个酒 然后刚好昨天 这个油精要生这个汉水 所以的话 整个看起来 有这个喝酒之相 然后从这个奇门来看 其实也类似 鬼友日 我看的对公 对公的话 它也 你人水 加上天柱 天柱的话 它 它也有这种精的指向 精的话 也是辣 也是辣的水 然后对公是一个口 口的话 就是嘴巴嘛 嘴巴喝 然后入死门 死门的话 它也属土嘛 土的话 它本来是昆宫 对吧 也有这种脾胃之向 所以它 你可以看一下 同一时间起的 这个不同的形式 它都反映了这个 喝酒的意思 这也回答了 因为有些朋友 他这个 他也问过之前 就是不同的数数 他 他测出来 会不会结果不一样 其实 它事实是唯一的 你的模拟器 就你观测的方法不同 但是它事实是唯一的 你可能看到的角度不一样 但是 人还是那个人 事还是那个事 所以的话 这就比较有意思了 对吧 大家 这个从兴趣上来看 增加一点趣味性吧 行 第一课的话 第一节的话 我就说这么多吧 也希望大家能多互动一下 把你们想知道的 我也可以临时加进来 然后 希望这个系列能坚持讲一下 我初步计划是 想到什么的话 就录一小段 录一小段 因为我也比较懒 我这个剪辑技术不是很强 所以形式的话 大家可以稍微忽略一下 主要 看一下内容吧 行 本次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这个多关注 然后点赞评论 也是欢迎的